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冉 今天呢也是吃巨子买了一个生活大冒险的模组 来给大家评测评测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点赞哟 这个模组也是甜柠檬新出的一个模组 改变了原版里面的村民和村庄 我们现在可以跟每一个村民互动送礼 慢慢的他就会变成我们的人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模组的详细介绍 进入到这个模组里面呢会给我们两样物品 一个是水晶球可以创建我们的人生 第一个物品就是这个说明书啦 说明书里面有模组的具体玩法 整整有21页呀 好吧说明书的内容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说我们直接来看水晶球吧 点击开始人生之后呢 我们就会被传送到一个创建室里面 然后可以选择我们角色的性别 包括是我们对象的性别 并且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给他们取名字 取完名字之后呢我们分别可以选择四个人生 可以选择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人住 或者是住在一个村子里面或者是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就必须得选择住在村子里面呀对吧 点击之后呢我们就会出来 然后的话就会自动生成一个村庄 在这个村庄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居民 每一个居民的性格和职业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也有保卫村庄的战士职业 所以说并不是我们一个人在守护这个村落 而且我们还可以跟他们互动聊天 讲笑话或者是拥抱或者是 嘿嘿 还可以送礼物包括是雇佣他们 他们之后呢可以保卫村庄或者是种植 或者是挖矿之类的 工具人实锤了哈 因为呢我们可以通过跟他们互动增加好感度 到大一定好感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送戒指 然后你们都懂的吧 当时的时候呢每个村民的好感度都是为零的 分别由黑心红心黄心来区别 黑心的时候呢他就是非常讨厌我们 红心的话就代表我们的感情还算比较的不错 红心的话就代表他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另外呢我们觉得他们生生的衣服不好看 也可以给他们手动换衣服的 好家伙这玩意儿就直接黑心了呗 好家伙这个是越聊黑心就越多呀 完了完了我感觉小人已经彻底得罪他了 我给他讲一个故事 他说我嘲讽他我的天哪 因为呢这些村民一开始都是没有家的 我们可以手动给他们设置他们的家 先点击跟随着我们 然后进到房子里面之后呢就可以点为设置为家了 还是挺银性化的好吧 然后再把它带出来之后呢点击回家 他就会自己回家了也太棒了吧 对吧 另外当怪物来袭的时候呢 这个村子里面的战士职业的人们呢 都会奋起战斗 共同迎接敌人 比如说这边刷新那个小黑 然后的话他们全部都追着这个小黑 另外呢在模组里面还可以领养小宝宝 领养的小宝宝之后呢 我们需要放在物品栏里面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呢这个小宝宝就可以下地了 分别有男宝宝和女宝宝两个性别 而且还有这个小宝宝的详细信息哦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其他的人生 就选择这个一个家庭吧 这个人生呢我们可以直接拥有一个伴侣和一间房子 我感觉这个职业应该是最有趣的 想想看我们慢慢地打造一个大渡市出来 想想都有成就感呀有没有 我感觉建筑党非常适合这个模式 因为他们可以建造一些很漂亮的房子 这个房子一多起来人一多起来 这不就热闹起来了吗对吧 接下来这个人生呢是一个人住 我感觉应该没有小宝宝会选择这个一个人住的职业吧 好家伙 这个一个人住就只给一栋房子呗 这也太惨了吧 那还不如在村座里面住呢 连床铺也是单人床 最后一个人生就厉害了 我什么都没有 哦家伙呀这是什么东西真的就 直接就 我直接选了个寂寞呗 我相信应该没有小伙伴会选择最后一个人生吧 如果是视频之前那里 你会选择哪一个人生玩呢 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分享哦 小伙个人感觉这个模组还是十分的不错 还原了电脑上面的生活大冒险 可以慢慢地打造出我们的大都市 这个模组呢还是比较的新 也是期待后面的更新吧 今天这个模组就评测到这里了 喜欢喜欢的视频 别忘记关注点赞评论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